好,大家好,我是旭,那我現在這個錄製的時間是在3月5號的半夜12點多 那今天的聖夜雜談會比較輕鬆一些些,那大家就真的當故事體 不過在開始講之前啊,我有幾件事想要跟大家說一下 第一個就是在上一部片我看到蠻多留言的,那也有看到一些老玩家的心理感理肺腑的留言啊 然後也有一些幫我勘政的留言,那有一篇我記得印象還蠻深的 就是他有講了一下FGO跑車服的來源,那我就在這邊簡單講一下 就是好像是台服剛出的時候他們的代理商就講說什麼 假設營收到一個程度就抽跑車給玩家 那當然日服的營運那邊就好,隨便你隨便你這樣 那這個事情台版就被戲稱跑車服 那就在這邊勘政一下,也跟那些被我誤導到的觀眾說聲對不起 那我之後會再注意一下這部分的用法 那如果我真的在裡面有講錯任何東西啊,請一定麻煩要跟我講 那我自己也學到一課,然後你們也可以讓錯誤的觀念的人也可以重新進入新的觀念這樣 好,那第二個的話是我自己比較重視的事情 那就是我上一部的那個老玩家的那個無聲吶喊吧 我覺得我標題是這樣下,反正那集就是被送去巴哈了 那被送去巴哈,反正他的標題就下了一個我自己是覺得我自己是不太舒服的標題 那他是下...算了我不要講好了 反正就是他就是用了一些有點扭曲掉我原本的含義 那就變成說造成有一些人有一些錯誤的想法啦 就變成說他們覺得我又在講一些不太OK的東西 然後下面有一些我覺得不太讓我...也有點就是小小攻擊我的留言這樣 那...也很感謝他們的管理員幫我刪掉這篇文章啦 就是...他們好像是用什麼... 含有不實留言的這個理由把那篇文章刪掉 那我也很感謝他們 因為確實這篇文章是有...有點曲解掉我原意... 我原本就是只是講說... 猜測可能...可能...只是因為被要求更高的營收這樣而已 那他就講的一副好像說 噢沒有沒有沒有是其他遊戲營收很爛 所以Crush Fever要更多營收 沒有我只有說可能...只要被要求更高 好還要更好這樣而已 那就有點被曲解掉 所以也很感謝就是管理員他們幫我刪掉這篇文章啦 因為其實我自己看了也不太舒服 然後我也覺得...我也是希望刪掉這樣子就好 那我也...還好這件事情是沒有什麼...太大的發酵 我在想可能也是跟... 巴哈最近看的人也少了也比較有關係 因為如果是照以前的狀況的話 我覺得...應該一下子...沒多久...事情就發酵了 那...出事的就是我 就是...我可能就要被攻擊了之類的 那我是覺得...還好這件事情在沒有發酵之前 就被管理員處理下來 那我也很感謝管理員他們處理這件事情 好...那第三個的話就是... 呃...我想一下... 第三個就是...這個深夜分...呃...深夜的雜談節目 基本上是照...我想什麼時候講 哦...就什麼時候講 哦...我想錄就錄 就是我想到什麼我就會來錄 那就會變成說可能有些話題 會沒有...時效性 就是可能...我禮拜三錄 可是我禮拜六半夜上片的時候 可能...這件事情已經有一個更新的狀況 那...那...那可能就...大家就可能就聽聽就好 就變成說...有點...這是有點是過去的消息 因為這個深夜分析的話 我是...呃...深夜雜談的話 我是預計在...都是...禮拜六的可能半夜十二點 或半夜十二點半 我還沒決定 就是...這個時間點上片 然後讓大家可以聽 然後禮拜天就...反正禮拜天大部分人應該都是放假 所以就變成說...比較有時間聽這樣 好...那這個...這是這個部分 還有最後一個的就是... 我昨天...我那天文章有留言問 但是...基本上大家只有按假 沒有人要尿我 我有點難過 我真的有點難過 拜託大家...一定要針對我這個問題 回應一下 就是...呃...因為...大家可能不太清楚 就是...YouTube其實是會依據這個影片的長度自動下廣告 那...正常來說的話 沒有超過十分鐘的片就是只有頭跟尾 那如果有超過十分鐘的片的話 是可以由我們控制要放哪些地方 或者是讓系統自動插入 那...我上次不小心撇到是 好像系統自動插入是差蠻多的 那...我也不是那種為了點閱為了賺錢的人 那我想要詢問一下大家的意見就是 會希望說...欸...你為了虛語 寧願多斷幾次 那就...讓虛語有一些收益呢 還是是說你們想要保持好這個...你們收聽這個節目的品質 你們不想要被廣告打擾 那這樣的話 我可能就頭跟尾放 我就是只放頭跟尾 然後中間就是完全是不放任何廣告的 也是可以這樣 或者是你們就會放一兩個也沒有關係 就是...幫序語貼補一些錢的話也是可以 那就...麻煩大家留言一下 拜託不要留什麼...啊...其實我都AD block啦 拜託我心會碎好不好 拜託你是用AD block的就...拜託你不要明講好不好 你知我知就好 就不要留言好不好 好大概就是這樣 好那我們今天要講的主題比較輕鬆 就大家就真的是當床邊故事題 就是...是關於我們之前做的那個刀武器的分析的一些些趣事 好不好就是今天是講的一個部分 好那...在開始講這個之前 我必須很難夠跟各位說 目前這個計畫是屬於腰斬的狀態 因為...上一集出去 然後...點閱數是不勝理想啦 那我不確定是因為我沒有上字幕 還是真的大家都覺得... 現階段武器真的沒什麼入手的必要性 所以變成說內部的反響其實非常的差 那我自己是覺得說 那與其這樣子的話就先暫時把它停下來 然後等看... Crash Fever有沒有要真的把它們上修之後 我們再重新分析它 如果真的有上修 比較有參考用的價值之後 我們再會重新啟動這個分析計畫 大概是這樣 那取而代之的話 就是我們會... 我會出另外一個別的東西 那基本上算是... 比較像是... 遊戲故事的整理 就是Crash Fever的主線啊 或者是劇情啊... 的部分的整理這樣 那目前來說 我自己想要做的是... Aless Game跟... 跟那個... 跟中華變電史 那國際版那邊... 真的有點複雜 那要處理的東西也蠻多的 所以國際版的話 目前我暫時是隔著 混沌跟天文 我目前是暫時是隔著 目前沒有要做的計畫 那... 就是想要先問一下大家是說 會希望我先出Aless Game嗎? 因為現在出Aless Game 等於就是... 基本上是把後面的劇情都爆雷爆光光 基本上... Aless Game的話應該可以出到兩集或三集 那... 故事劇情整理 基本上就是等於後面... 所有的雷都會爆光 那... 中華變電史的話 至少前面兩集應該是可以... 曾經出過的 然後到現在的進度 大概出兩到三集 然後... 剩下最後一集可能就是等中華變電史正式結束之後 最後一集的總整理才會一起出來 這樣子 那也是麻煩... 歡迎大家也在下面留言... 留下你們的意見 看看這個劇情的整理你們會希望是哪一種 因為... 我覺得啦... 劇情整理會比... 角色的分析還要有保存價值 好... 就是因為... 劇情不會因為時代被淘汰掉 劇情就是發生過 就是... 不會因為說... 你以後角色越來越強 然後你這個劇情就沒有用了 是不可能的 所以... 這個部分就是... 暫時會先這樣子做一個... 替代了... 這算是一個備案的部分 好... 那我們來講一下... 我在錄武器分析的時候... 到底發生了一些什麼事情 你們可能看到這部影片 我記得好像大概三五分鐘 然後可能我只有講話的地方 是只有... 兩到三分鐘 那我必須... 說實話... 那個錄音的部分 我至少錄了四次到五次 至少是晚上 就是可能這個時間點 然後錄... 錄... 可能就三四點這樣 然後... 至少錄了四次到五次 好... 那我第一次錄的時候 基本上... 就是一整個落塞 然後第一次錄完 我就好... 不然... 終於把它全部念完囉 全部念完囉 然後就弄一弄聽一聽 就算... 然後那時候也有點困了 然後就想說算了 就... 音檔就弄一弄 然後就... 上傳雲端 然後給我們片師聽一下 然後我們要討論一下 之後怎麼做 然後呢... 我弄完了... 我上傳了... 隔天... 我就問他說他聽了 他說... 我就問我們片師聽了沒 他就說他聽了 然後他也做了一點點... 呃... 好像那個時候是給... 會員聽... 一下前面片段就是... 開場跟... 天從雲的分析 然後我就丟上去我們會員的專屬影片 然後也... 給賓宇跟給君他們聽一下 你知道他們... 每一個人都說什麼嗎? 每一個人都說... 你是不是在念稿? 我說... 對啊在念稿... 這種東西不念稿怎麼念? 對... 就不像平常的那個分析是... 啊... 馬上分析完... 反正你們看一次就不會再看的... 的那種... 我就說那種... 這種武器分析當然是造稿之類的 他就說... 然後他們每個人都說... 那你要不要重新錄一下啊? 至少讓人聽起來... 不要像是那麼念稿的感覺 好... 不是那麼念稿的感覺 好...來了... 這個... 這個呢... 就激起了我自己... 那天... 我就比較醒了... 我腦袋已經比較清醒了... 沒有再像那天那種... 呃... 我也覺得... 哇...好像念稿啊... 嘖... 就是念稿的部分嘛... 好吧... 那我就好重新錄... 好...我第二次重新錄呢... 我自己錄... 然後我就覺得... 錄一錄... 我就覺得... 錄一錄... 錄一錄... 然後自己聽一聽... 就覺得... 還是不對... 還是... 那感覺還是不對... 然後我就開始... 著手重新改文稿... 好...改文稿的部分就來了... 文稿就是... 這個故事比較麻煩一些些... 文稿的呢... 我希望... 這種文章的文稿... 呃... 就是他的用字淺詞... 不會太... 粗俗... 但是... 又... 讓人覺得淺顯易懂... 這是我想要的東西... 這是我想要的東西... 所以就變成說... 很難錄... 因為... 我要... 讓人覺得淺顯易懂... 可是我的用字淺詞... 又不能太... 太... 太... 就是... 可能有點太... 隨性這樣... 我希望... 用字淺詞的部分... 還是可以... 稍微琢磨一點... 所以我就一直修... 一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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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就是... 第二次就是修了路... 修了路... 然後一弄就是... 又是一整個半點... 然後弄完大概已經又是三四點... 然後我就... 最後還是聽了一下... 我還是覺得... 很不滿意... 然後... 第二次我就完全沒有上傳... 然後我就... 隔天... 我又再修了一次文稿... 好... 那... 文稿的部分... 跟大家跟各位提一下... 就是... 文稿不是我一個人寫... 是我跟... 我們另外一個乾爹寫... 那... 我們那個乾爹呢... 他是標準的高材生... 他是建宗... 建宗... 而且好像... 成績是數一數二好... 這就是... 沒有前... 沒有前一百... 但至少是前段班的那種... 就是... 至少很前面的那種... 好... 那... 他的用字淺詞... 極度... 溫文儒雅... 非常的溫文儒雅... 然後... 又很凹口... 我認真的又很凹口... 然後我... 我偷偷念一段... 我是覺得... 他應該不會殺了我啦... 我就偷偷念一段... 好... 他接下來... 我講一下這個... 他... 我講他怎麼講鬼玩國光... 鬼玩國光的技能組... 在現在環境中並不優秀... 就算只跟其他68C的武器來比... 他的技能也明顯的差了一截... 除此之外... 覺醒所需耗費的王冠點數極大... 而且一次也只有5B... 講到技能... 同樣的只有... 7回合只有一回合效益的問題... 不在話下... 雖然有著... 為數不多的救急縮短... 但是... 在幾乎沒有整版能力的環境下... 還是略顯弱勢... 永久提升攻擊力的效益... 也沒有比其他限定角色來得大... 被動輔助的應用範圍也不大... 總之... 我不會推薦新手去覺醒這隻角色... 好... 我不知道你們覺得... 這聽起來是... 怎麼樣的感覺... 可能是我真的練了很多次... 比較... 順一點點... 至少我是覺得... 你們會覺得聽起來就是... 有點文言... 也不會... 很平... 很美... 也不虛語啦... 因為你們可能... 知道我平常講話就... 比較... 比較慫慫一點點... 但是我又希望說... 欸... 這個文章... 不要太慫... 所以我希望這... 這篇... 就不要太慫... 然後... 他就寫得非常的... 不慫... 但是... 就又完全沒有我的感覺了... 像是有一段... 不過由於... 種族的限制較為尷尬... 也間接導致了... 中後期的貧弱... 好... 這... 這個完全就是我平常不會講的話語... 但是我又想要表達出... 就是玩到後期他就是很爛... 所以我就會一直改... 一直改... 我對他至少改了三天到四天... 然後... 所以就是錄了第三次跟錄了第四次... 然後我就... 其實有點... 小崩潰... 就是... 反正就是已經是連續錄了三天晚上... 還是四天晚上... 然後就一直改... 一直改... 然後一直修... 然後... 最後呢... 我就是把第三次... 第四次... 然後跟第五次... 哦...第五次我真的是完全放飛自我... 我就說... 算了啦... 那個字幕... 到時候再聽稿子... 再慢慢改就好了啦... 然後我就完全... 第五次就完全... 然後完全沒有在照稿子念... 就是完全是我想講啥就講啥... 就是反正我心裡講的... 就是全部直接搞出來... 很爛... 我就一直搞他很爛... 好...就是這樣...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就把所有的... 第三次...第四次... 第五次的錄影... 全部都丟上去哦... 然後我就丟上雲端... 然後我就... 就就就去睡覺嘛... 然後醒來的時候... 就錄了兩次嘛... 我說... 兩次我就整合哪些比較OK的抓出來說... 可是我有一次... 應該是完全沒有照稿子... 他說... 沒有喔... 沒有看到... 然後呢... 我就重新看了一次... 我就上傳... 我就跑雲端看... 我就開雲端看哦... 我發現... 我忘記上傳了... 所以就變成說呢... 我第五次... 呃... 我第五次錄的比較短... 因為... 已經是放飛自我了... 我那個時候就是... 我的標準就變成說... 只要沒有吃螺絲就給過... 好... 然後我第五次就... 那次我就錄比較短... 然後兩個多小時吧... 然後我就... 就以為我三個檔案都傳上去... 結果我第五次沒上傳到... 我就... 就是等於說... 我第五次是白錄的狀態... 那個... 因為那個音檔還現在... 顧靈靈的躺在我電腦裡的那個... 資料夾裡面... 然後我也捨不得三... 你知道... 就是一個放飛自我... 但最後完全沒有用到的... 狀態... 就是... 就是一個比較好笑的地方... 只是... 就是你們可能不知道... 就是可能大家在聽這個錄音的時候... 會覺得說... 好像... 好像還是有點不自然不自然的... 但是... 基本上那個已經是比第一次好很多... 第一次我大概是這種... 正宗的技能與被動的表現... 將教於村正略加... 這樣... 好...很好... 這就是一個... 混合著我們溫倫如雅的... 他的... 用字前詞... 加上我念稿時的... 用字前詞的語調... 就是... 我在認真念稿的時候... 我在看字的時候... 我在看字的時候... 我就會很自動的把... 那種... 文學的... 怎麼講... 文學的那些... 輕重... 那些緩急啊... 就自己拿進去... 所以變成說... 就是... 非常的文學... 然後非常的... 不虛語... 這種感覺... 所以就是... 就真的是這樣啊... 我就... 正常念一次... 如果... 平常在外面... 糟糕... 就是我可能... 之前朗讀比賽的時候是怎麼樣... 正宗的技能... 與被動的表現... 相較於... 村正略加... 但是呢... 在現今的環境中... 還是欠加... 由於... 無力整理版面的能力... 導致了... 他的實用性... 並不是太高... 但是相較起來... 比較好的部分... 則是被動... 被動的弱茜以及... C傷害提升... 在前期還是不錯的... 就是這種... 這種感覺... 反正你就是聽得出來就是... 很不自然... 你們... 如果平常有多看我直播... 或者是... 現在在聽這個... 你們應該就很明顯聽得出來說... 我正常講話的時候... 跟我念稿的時候... 那個差距有多大... 就是... 就是剛剛那麼大... 呵呵... 那我不知道你們自己... 會試什麼樣的感覺... 那麼至少... 就是...反正大家都覺得... 就是... 很不科學... 很不習慣... 所以大家都叫我... 反正就是... 這個部分就是... 雖然... 雖然那個... 可能我錄音的地方... 真的只有兩到三分鐘... 這樣短短的部分... 但是... 那些地方真的是... 花了我至少... 快三十個小時啦... 就是... 只為了... 錄那兩分鐘... 那... 我就覺得... 這可能就是個驚豔... 那我不知道他之前... 一軍... 我知道一軍也是很常吃螺絲的那一派... 但是... 他的聲音好聽... 我只能這樣講... 我聲音沒有他那麼好聽... 所以... 我比較可憐一些些... 這樣子吧... 好...就是... 嗯... 聲線比較... 難聽一點... 嗯... 那個... 比較落後的地方啦... 不管啦... 好... 那接下來我們講一下... 我們做... 刀武器的時候... 你們有看到那個圖嗎? 那個圖的話... 我是請另外一位... 呃... 他也是Youtuber... 那... 他也在做一些實況... 那... 他叫聲博八千太... 然後你去Youtube搜尋聲博八千太... 也會找到他的頻道... 那... 我的圖這次是... 請他幫我製作... 那... 他之前就是有在做一些... 呃... 這種... 技能組的版型啦... 所以... 就是... 基本上就是讓他套字套進去... 好... 這個套字套進去呢... 不要看他這個樣子喔... 他... 基本上... 圖元是我給的... 就是高畫質的圖片啦... 然後... 技能組的... 複製文檔啊... 我給他... 好... 你知道... 你知道... 我們做四個角色嘛... 他有一個角色... 到最後還是錯的... 就是... 我們的村正... 呃... 就是有人之後... 我在分析的時候錄嘛... 因為我自己錄分析的時候... 我是要看稿子的... 我不會看他給我的圖檔... 我給他看圖檔... 我反而會亂掉... 我旁邊如果放圖檔... 我會亂掉... 所以變成說... 我其實是看著稿子... 然後可能自己... 有時候在做一些... 字體上的變化... 然後... 只要我... 沒有造的稿子... 然後可能做了一點點... 字形上的變化之後呢... 我就會吃螺絲... 我吃螺絲... 我就會停下來... 然後我就要再重新改稿子... 好... 這個是... 我錄影的時候的狀況... 所以我錄影一直拖一直拖... 就是... 我會編錄... 然後又改稿子這樣... 好...然後呢... 因為我就沒有看他圖檔嘛... 那我就... 沒有特別去... 仔細去... 校正他的圖檔的部分... 好... 那... 他... 村正到最後還是錯的... 好... 為什麼我會說到最後... 因為他... 村正給我錯了3次... 第三次還是錯的... 好... 那... 那天... 就有人說... 你村正為什麼你... 錄音裡面是講7回合... 1CDE... 只有一回合的效益... 然後... 然後為什麼圖片上是6回合... 他就說... 村正是CD7嗎... 我就想一下... 他說... 為什麼他會問這個問題... 我記得村正是CD7沒錯... 好... 我就點開了影片... 看到了圖片... 他寫了CD6... 很好... 這是堪稱完美的錯誤... 好... 第一次... 他給我村正的圖片的時候... 他是屬性錯了... 他的... 村正的模板... 是放綠屬性的模板... 然後他的... 技能組啊... 所有字體啊... 全部都是用綠色... 我就說... 欸...你為什麼... 為什麼會有兩個綠色的... 因為正中是綠的嘛... 然後村正是紅的... 我就是問他說... 為什麼你的版型會有兩個是綠色的... 你不是都跟我說你是造屬性... 配顏色嗎... 他就是... 藍屬性就藍色嘛... 然後紅屬性就紅色啊... 然後綠屬性綠色... 然後黃屬性就黃色這樣... 他就是照顏色去配對這個... 部分... 然後我就問他說... 欸...為什麼你的綠色... 是村正... 兩個綠色... 我說為什麼兩個綠色... 他說... 哇...那應該是我顏色他有錯... 我說... 好... 你回去改... 改好了再傳給我... 好...他改好了... 第二次我就在看... 奇怪... 他的... 村正的被動... 怎麼會有一個什麼... 自身不在前頭嗎...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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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誘敵吧... 還是啥的... 反正... 反正就是看著看... 我就覺得... 怎麼看就不對啊... 正中有這麼強嗎... 正中怎麼會有一個... 感覺是65C的被動... 好... 然後... 我就把這個圖傳給別人... 我們就開始找... 他到底放了什麼角色的... 技能組上去... 然後過了10分鐘... 我朋友就私信我了... 他就說... 欸...你知道他放什麼嗎... 我說什麼... 那個新出的那隻... 索敵... 那個時候就是... 那個... 我有點忘記... 是索敵嗎... 還是索什麼的... 反正就是... 眼睛戴起來... 然後追打是300%的那隻... 反正就是... 他把那個的被動... 然後直接套上去... 我就說... 然後我就又... 他說... 你... 這屠什麼意思... 他說... 沒有啦... 我已經預測到村鎮之後會上去... 這樣子... 他說... 沒有... 我就默默回去... 沒有這樣你就死定了... 他說給我重改... 好...第三次呢... 我就... 他第三次就還給我馬... 然後... 我就沒有仔細看... 我想說第三次... 前兩次呢... 該錯的都是錯了... 那應該也該對了... 我就只有... 技能組撇撇... 然後... C技撇撇... 被動機撇撇... 好...就這樣囉... 我... 唯一... 沒有撇到的就是... CD級... 很好... 就是繞賽的地方... 就是... 反正我就是沒有撇到他CD寫級... 然後出去了之後... 他... 人家才告訴我說... 欸...那個... 你圖上CD4寫6... 然後我就直接又塞四星他... 說... 幹...你怎麼又給我寫錯... 他說... 好啦...保全啦... 下次再改... 我說... 沒有下次啦... 這集沒有下次啦... 要出去了... 已經出去了... 我怎麼收回來... 我能說... 喔...我要看路... 然後只是為了改一張圖... 但是... 我如果被靠北說是... 騙點閱怎麼辦... 對... 我相信絕對是有人會說... 欸... 你就是在騙點閱這樣... 故意錯... 那我還騙點閱這樣... 好啦...不管... 反正就是... 反正他就是... 圖... 至少被我退後了三次... 然後... 然後我本來還跟我們C... C的話... 就是我們騙師嘛... 大家都知道... 那... 我就跟他說... 欸... 我們新的片頭... 到底要怎麼辦... 好...新的片頭... 那現在的新的片頭... 基本上在我眼裡... 屬於未完成狀態... 因為我真的... 我們自己... 也想不到... 我們後半部... 到底要接什麼樣的動畫... 居長可能覺得說... 呃... 現在就是個... 我們現在就是... 要分析角色... 就是我們的主軸嘛... Alice分析局... 好... 我一直想不到... 我真的想不到... 我現在就是... 現在也還是屬於想不到的狀態... 所以就是變成說... 我們最近的分析... 都是只有那個嘛... 前面... Alice就在呼喚成... Nin... 然後就進入分析...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 我後面要接什麼... 我真是不知道... 如果你們有任何的想法的話... 也...也... 麻煩... 幫我留言一下... 因為我真的想不到... 我...我...我... 腦袋快燒盡了... 因為這陣子... 我們也在為了... 新的實況精華的片頭... 在... 燒稻啦... 所以就是... 兩種片頭一起同時做... 那個... 精神會好弱... 這就是精神好弱... 就是變成說... 那個片頭... 也是一直未完成的狀態... 然後... 希望大家有建議的話... 也是可以講一下這個部分... 然後所以就變成說... 其實我們的武器分析... 其實是... 基本上是多災多難... 多災多難... 就是... 圖片錯... 文稿錯... 然後... 錄音也錯... 然後... 片頭也是錯... 就是反正就是... 基本上就是一個... 很趕很趕很趕的東西... 然後... 在我眼裡也是... 有點沒有... 很沒有... 怎麼講... 很不夠好啦... 我還是覺得不夠好... 就是... 以第一集而言... 當然是說... 以四波... 我那時候好像寫什麼... 0.5集嘛... 反正我那個心態就是... 反正就是當四波集出去啦... 點閱好... 我們再來做第二集啦... 點閱不好就算了啦... 這個那個心態就丟出去... 然後... 反正就是... 問題一大堆... 那... 還好點閱是不好... 就是變成說... 也可以... 好好檢討一下... 到底是... 我們到底是哪裡出現的問題啊... 還是... 溝通上... 哪裡有問題啊... 或是我錄音上哪裡有問題啊... 還是我們溫稿上... 哪裡有問題啊... 那... 當然投票的時候... 大家也是希望說... 好像都要... 那個嘛... 好像都... 還是比較希望有字幕... 然後... 我現在講話速度... 好像也算是OK... 那時候講話速度... 我真是... 可能是我真的... 平常影片看太快了... 我... 我平常真的都在看兩倍速... 我... 好像也蠻多人都說... 欸...我現在已經... 沒有兩倍速已經活不下去了... 我是這樣啦... 我是真的是... 我昨天... 我那天聽我自己的那個... 就是... 深夜雜談... 上第一集的... 我也是用兩倍速聽完... 我也才覺得合理... 然後我聽正常速度的時候... 好慢喔... 大家真的可以接受... 這個速度嗎... 然後所有人居然都跟我說... 你這個速度剛剛好... 剛剛好... 你平常分析的... 太快了... 他們覺得... 那集的速度剛剛好... 那...我也希望說... 呃... 之後就盡量... 維持那個速度... 然後... 我出這種東西就是... 我... 有時候聊聊自己的... 一些心得... 然後... 順便練自己的發音啦... 因為... 我覺得我講話... 也算是相當的... 不標準... 也算是相當的... 不標準... 希望說這部分... 大家也是... 一起改進... 然後有任何建議的話... 也歡迎跟大家跟我說... 好... 那... 其實這是一些... 我們在做... 刀武器的時候... 遇到的一些... 有趣的事情啦... 那... 今天的... 話題就也... 差不多到這邊... 就是一個... 比較輕鬆... 比較愉快的... 開心的話題... 那我們之後就是... 下一集會預計是... 出... 出... 中華編電史的... 呃... 故事... 介紹... 呃... 目前來說... 文稿都還沒開始寫... 所以... 可能沒那麼快... 但... 希望是3月底吧... 我...希望3月底好不好... 如果... 如果大家... 很期待的話... 麻煩大家... 就是基本上... 就盡量在下面留言... 多刷幾次... 然後別的影片都說... 欸你到底什麼時候要出... 就是... 反正就是讓這個系列... 可以讓當成... 賴打片這樣子的... 三吹... 事情... 之類的... 這樣子的話... 也許我會有... 多一點點的動力... 加速進程... 也不一定... 反正就是... 基本上我們... 我做東西的話... 都還是蠻看大家的反應... 就是如果大家反應好的話... 就一定會繼續往下做... 那就是... 我是看上一集的... 深夜雜談... 大家的反應都... 還蠻不錯的... 然後... 也有可能真的是因為... 那天的話題是... 屬於... 比較容易... 獲得大家共鳴的東西... 所以變成說... 大家會比較願意... 來聽或者是留言... 那... 這一集的話... 就是... 來看看... 聊一些比較不一樣的話題... 看看大家的... 反向... 反應如何... 那如果... 喜歡我們這個系列的話... 就也歡迎... 在下面留言... 然後就是... 多跟我們互動... 反正就是... 我一定都會看所有的留言... 有時候可能... 已經... 比較... 後面的留言... 我可能就不放... 不太會按愛情... 但是基本上我留言是... 都會看... 我放心... 我就是... 你們講的東西... 我一定都會看到... 那... 不一定每個都會回來... 但是都會慢慢看... 都是會慢慢把它看完... 大概就這樣... 那... 下集的話... 可能... 有可能會出... 就是... 看看這次官方呢... 對於直播... 官方直播... 看有沒有一些些... 比較正面的回應... 那如果... 如果... 官方一樣... 依照... 依舊裝死的話... 那大概就不會有... 特別在講... 那如果有正面回應... 然後... 也有看到一些改變的話... 那就會再講說... 欸... 覺得... 這個部分改變... 看看我自己覺得... 欸... 這改變是不是好的... 就是這樣... 那以後會盡量... 就是把這個... 急速抓在一集... 30分鐘左右... 就是... 跟現在的時間是差不多的... 就是... 現在大概... 28分這樣... 所以... 就是... 以後的話... 也是盡量盡量抓在那裡... 30分鐘... 上一集就是真的... 想講的話... 真的太多了啦... 所以變成說... 不小心講到了... 46分鐘... 還有人說... 我還看到有人就說... 相當簡略的... 一部影片... 然後... 我就說... 我都想留言說... 46分鐘... 你跟我說簡略... 46分鐘... 都可以看人家打完一場討物了吧... 或者是兩次... 也不一定... 打得快的可能... 一場半... 我也不知道... 忘記那個... 一場流程要多久了... 好不好... 反正就是... 我就是之後會預計... 一集是抓在30分鐘左右... 那... 就是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就是幫我按個讚... 按個分享... 然後宣傳出去... 就這樣子... 那今天的... 就差不多就到這邊... 那... 以後如果有任何想聽的... 想要聽我聊的啊... 就是... 呃... 或者是問題啊... 也許可能... 之後也會有一集... 生液雜談是... 開QA給大家... 或者是... 等2000訂閱的時候... 我們用生液雜談方式... 來做一個直播版本... 然後... 就讓大家QA這樣... 就是... 不露面... 然後不玩遊戲... 就是完全是... 讓大家把所有的... 心力放在耳朵上面... 那... 我是覺得... 這種... 呃... 這種有點像收... 聽收音的方式... 的... 方式的影片... 就是... 算是音樂... 或者是... 聊天... 那... 我自己是... 我也蠻喜歡這樣子的感覺啦... 就是... 差不多就是這樣... 那... 之後的話... 這個系列會盡量... 以週更為目標... 那有時候可能... 如果真的真的沒有話題... 那可能就會停更... 那可能會停更... 當然是這樣... 那... 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邊... 那喜歡的話... 就按個訂閱... 按個分享... 就這樣子囉... 掰掰...